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际报道里面跟我们切身相关的 那就是生命健康安全 大家都知道秋冬之交是各种病毒清朝而出的时候 而在岁末节庆的时期 国际之间搭飞机各种各样的旅程多 因此让病毒会有机会四处传播 美国疾病防治管理局在美国四座大型机场 实施30多种病原体的监测 监测的包括流感、RSB、呼吸道融合性疾病 还有其他的病毒 数据可以为疫情提供做准备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你旅游的话 现在在欧洲投尸的情况非常严重 狮子或臭虫 北游比利时 比利时从校园开始爆发 那么现在有专门洗头湿的地方 疗程按照头发的长度收费 另外除了我们报道的法国巴黎之外 在英国现在臭虫大举扩散 因为疫后旅游解封 所以在饭店、在公共场所 这些臭虫狮子在各国之间 快速的蔓延 旅行真的要格外注意 年末将至是许多重大节庆 家人团聚的日子 但各种传染性病毒也在伺机而动 美国疾病管制基于防中心 将在四个大型机场 实施的传染病监测范围 增加到30多种病原体 包括流感、RSV和其他呼吸道病毒 从2021年开展的旅行者基因组监测计划 因应当时新冠疫情 在机场收集旅客的快筛结果 和采集某些航班的废水 为疫情高峰做好准备 随着今年秋冬 进入呼吸道病毒活跃期 戴口罩、勤洗手 仍是防护的博尔法门 比利时今年秋冬季节 让家长们头痛的不只是感冒病毒 还有更难处理的宠宠问题 狮子大举入侵 前来求助去除头尸的妇人 有四个小孩 不时把狮子带回家 让一头长发的她好困扰 这间抗尸诊所提供的疗程 大约一个半小时 针对藏在法根的狮子 他们以比传统洗法 去除更有效的方式 先从头皮吹热风开始 狮子特别喜欢窝藏在 四到十二岁孩子的细嫩头皮 而孩子每天到学校不断接触 回家就让父母亲抓不胜抓 母亲一头飘逸长发 让狮子更有机会衣服上去 一次疗程依照头发长度 收费约在79到139欧元 联合台币2700到4800元之间 这间抗尸诊所成立六年 今年生意特别好 尤其学生族群饱受投尸困扰 而且不好意思开口求助 来诊所治疗的女学生朱立叶 是现场唯一愿意受访的年轻人 今年入侵全球的虫虫大军 成员各个来头不小 墨西哥校园全面消毒 因为臭虫正在如影随形 欧洲国家也深受其扰 除了法国 英国伦敦也跟着沦陷 在伦敦郊区这栋名宅 屋主向雏虫业者求助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从各个角落找出臭虫的窝藏处 业者表示过去一年 他们的雏虫生意增加一成 上个月更成长了17% 原因是人们在疫情后 解封旅游机会增加 研究臭虫20年的昆虫学家内勒博士 直言现阶段伦敦的虫害 已经直逼严重等级 政府不能轻忽臭虫的扩散能力 一旦进入生活周遭 这些小小的臭虫就会不断繁殖 难以根除 也是今年全球多国的头号敌人 灭虫作战正在各地不断上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